与孩子一起雕刻时光心灵成长 又是亲子电影战为您点评和推荐 适合全家共赏的院线新电影 前几天欧巴马用一句 我要回去看新战结束一场记者会 不知道迪士尼有没有给他免费的门票 不过在上周末上映的《Star Wars》 《The Force Awakens》《星球大战原力觉醒》 真的是创造了一连串的票房记录 上映头一天 在美国票房就超过了一亿美金 第一个周末就在全世界赚到了 5.3亿美元的票房 这些可都是破天荒引使的第一次 一部电影到底有怎么样的魔力 可以让总统离席 对新战的电影我们需要了解 什么样的信息才能和孩子畅谈这个话题 本期在亲子电影战 我们就来聊聊《Star Wars》《星球大战》 当周上映的《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是《星战》系列电影的第七部作品 《星战》在美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越电影的范畴 在美剧的《Big Ben Theory》《生活大爆炸》里 你会看到那些日子这些宅男常常引用《星战》的台词 所以人物 故事和各种的细节都如数家珍 而多部的电影 电视 脱口秀 网络自制视频 都有引用《星战》的主题音乐 甚至字幕翻滚的方式 在《Walmart》或《Toys R S》等各家超市 从玩具 服装 文具 甚至到卫生用品都有《星战》的影子 如果您家有男孩子 您大概也见识过粉红色或绿色的激光剑 可以说《星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流行文化 而且它本身就是美国流行文化 《星战》 它叫你 首部《星战》电影诞生于1977年 影片导演George Lucas是整个星战帝国的缔造者 在电影制作上 《星战》通过超越时代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极大的推动了好莱坞在特效上的演进 在商业上 系列电影不断开发衍生品 在生活消费品领域渗透 在电影之外创造了远超出票房收入的商业价值 这也成为了后来系列大制作影片 纷纷效仿的模式 由于在美国家喻户晓 媒体很喜欢借用《星战》里的概念 评价和影射现实 在政治领域 最出名的例子莫过于雷根执政时期的战略防御计划 就被媒体冠名为星球大战计划 Star Wars Program 以至于沿用至今 以至于进入教科书 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代号 尽管星战在美国影响巨大 但作为华人移民 大多数的我们却无法感同身受 多多少少还觉得它是有一点相当的距离 有意思的是 美国媒体最近才发现这个问题 《华尔街日报》最近发表一篇文章 分析和讲解 为什么中国人不关系星战的原因 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 Steven Colbert 上周也做了一期节目 用搞笑的方式向中国观众 介绍星战故事的来龙去脉 这个故事要从一个年轻的农场男孩开始说起 系列队影的主角叫卢克天行者 他最终成长为一个对抗邪恶帝国的英雄 而他最强大的对手 却是他并不知情的亲生父亲达斯维达 星战创造了一个颇具隐喻的庞大体系 里面充满了生动鲜活的细节 就连主角身边的两个机器人 都有让人过目不忘的性格和外形 更难能可贵的是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影片就突破技术局限 在大荧幕上营造出令人幸福的未来感和科技感 同一时期的中国大陆文革刚刚结束 思想封闭国门紧锁自然与星战是毫无关系 不过抛开历史 星战未必能在中国引起相似的轰动 原因固然很多 但主要还是因为文化的差异 在1930到40年代 在大上海最繁荣的时期 好莱坞影片已经在中国同步上映 但当时卖座的也都只是一些 男欢女爱乱世情仇等主题 在电影方面 西方从来就不缺乏科幻题材 百年之前电影诞生之期 《梅里爱》就拍起了《月球旅行记》 1920年代 电影还是黑白无声的时期 佛里次郎就已经带领观众去看《月里嫦娥》 之后1968年 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 1972年塔克夫斯基的《Solarus》 都以里程碑式的水准 丰富和延续科幻电影的血脉 但中国直到民国时期 才开始大力地欢迎科学赛先生 也许由于科学启蒙的时间段 与西方相比 华人对现世的极度关注 远远大于对未来未知的兴趣 如今这个差异随着中国经济 创造力在他们认知体系里 有非常高的优先级 我们固然不需要跟风美式文化 变成《星战》的粉丝 但也大可不必对《星战》赤之以移 把孩子的兴趣归为没有意义 《星战》也可以是一个亲近孩子 了解孩子的一个机遇 今天关于《星战》的话题就到此结束了 至于最新的这集电影的剧情 出于保护您的观赏体验 我们就不在此透露了 看或不看 见仁见智 这是您自己判断 我们祝愿您和孩子能够心有灵犀 做过一个欢乐的圣诞和新年假期 也再次邀请您在微信 Facebook或YouTube上关注我们 即使获取最新的资讯 《星子电站》每周为您点评 适合全家共赏的芯片强档 我们下周再见